热腾腾的锅子不断冒烟 不到一分钟 皮包滑嫩的卷粉皮已然成型 马丘草熟练地刮起它 把木耳绞肉内馅包进去 这就是越南传统小吃卷粉 祖传三代都做卷粉皮发生意 马丘草把这个好口味 带到大西市场来创业 每天早上现点现做 套客们好喜欢 喜欢研究料理的马丘草 还自创了黑胡椒牛肉及虾仁口味 因为我比较喜欢做 跟人家不一样的料理 所以自己要研发一个牛肉口味 虾仁口味 要满足客人的需求 有的人不喜欢吃木耳 早上五点备料 六点开始营业 除了卷粉 还有法国面包 牛肉和粉 猪排米线等各式越南小吃 店里有超过三十种菜色 外在内用客人络绎不绝 越南同乡再远 都要来尝尝熟悉的家乡味 2022年在朋友鼓励下 他参加桃园市 国际青年创意美食竞赛 一战成名 拿下异国料理特色餐厅组金牌 我做的卷粉跟法国面包 还有牛肉和粉 综合细米露 还有泰式火锅 我也没想到会拿到金牌奖 马秋草人如其名 就像秋天的芒草 生命任性强 任何环境下都能够从容适应 22年的台湾经验后 他在料理世界里 找到生命新价值 他希望用马秋草品牌 创立第二家餐厅 每个人都说我的餐厅 我的餐馆太小了 要不要找一间大的 我心里面很想 我想说改天 我再开一间 比较大的 有模有样的餐厅 然后有很多 我做的好吃的料理 给客人去品尝 给客人去品牌 呢 这就是 我们做的 这些 这些 饿 心 然后 恋 我